要很舒服的话呢 可能一种白色的车 像 Van 这样子 上面有灯的 是很舒服 你可以躺着去的 去到你要的地方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 Dennis 然后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汽车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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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知识 不过就是小到很多人已经不会去注意的一些 一些细节来的 OK 首先 我们通常在路上 我们会看到一些就是驾驶人士 尤其是女生 男生也是有他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讲男生的问题 女生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很喜欢坐到很前面 都很喜欢就是好像 用胸 来转stairing 这样子 我不明白 OK 其实 不难明白 就是他们认为 这样子会看到车头比较近一些 比较容易看到车头那样东西 我是很想跟你讲一些就是 不管你是坐在这个位置 还是坐在这一个位置 其实你都是看不到车头的那一个 车等的那个位置的 OK 为什么我们不让 就是人坐太近呢 可以等一下我们会跟人家解释 然后第二个我们常见的另外一个情况呢 就是很多男生喜欢说好帅 OK 坐到后面后面 整个人完全就是给这个 BP 挡到完的 就是这样子驾车 好像那个 seat 还要放的很斜的那种 还要这样子来驾车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一个我们大大减少了 我们在我自己这样子做我都觉得很辛苦 我们大大减少了就是在紧急情况下面 我们身体的一个 movement 因为太远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坐姿 首先我们先上车先 我们把手我们看这一个点 放在这个 steering 的上面这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握 steering 的时候 我们尽量就是三点跟九点的时候 握这一个方向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第一 如果你是喜欢这样子驾车的人的话 当 airbag 开起来的时候 当发生碰撞的时候 airbag 开起来的时候 它会先打你的手 我们要知道那一个 airbag 可以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 就把它开起来 它基本上它里面眼里是通过爆炸的一个眼里 它一开起来的时候 它使用四分之一秒 它的时速是三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弹出来的 如果你的手是在这一边的话 这样子驾车 当那个 airbag 弹起来的时候 你还没有撞死之前 你先自己打自己先的 OK 可以想象到吗 然后第二就是 当我们如果坐得太过远的话呢 会有什么问题 我先示范一下 我先把椅背靠到后面 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当 在发生紧急情况 还没有撞之前的话 是不是 你可能还可以做闪避的一个动作 可是当你的手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你的手是 到这边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打劫了的 看到吗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已经打劫了 所以你闪的那个幅度 是非常的小 然后你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慢的 你差不多转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了的 你可以转到一个幅度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当我们坐上车的时候 先把那个椅子调到我们可以 我们就是手 这一个点 到这边的一个位置前 然后这样子来握摄定 当发生事情 发生了事情的时候 我们因为是这个 手是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所以我们可以闪避的动作 是比较大的 多过刚才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看到吗 如果我手是直的话 是只可以闪到这边 如果我手是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 我可以熬更多的 OK 所以 我们在坐车的时候 尽量把手 就是这一个点 然后 开setting 保持一个L 不是完全一个L 就是有一个斜度 在这边的一个指示 然后第三 如果坐到太厚的话 它另外一个坏处就是 当发生意外的时候 有时候你自己会先吓到先 你在tabrick 哇 你自己先做一个闪避的动作 这个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的 你在闪避的时候 哇 你坐stairing坐紧紧这样子 当撞的时候 如果撞到stairing 撞到engine 全部东西推进来的时候 你在想你手 因为紧张的关系 你坐它很紧 你的那个 那个外面的冲击力 会传到你的手 你的手 你的手的骨 其实是会 会拖臼的 它是可以插进来的 这个也是有发生过的事情来的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 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当撞车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比较有 我们比较有一点 比较有一点伸缩性 OK 当然我们讲了 坐后面的一个坏处 然后就是怎么讲 我们讲回来坐太前 呃 还有一点就是 我要先补充一下 尽量把airbag的这一个位置 对着你的胸 而不是对着你的脸 我要再重复一下 它是用300 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弹出来的 如果 看到一些人 他们坐到这样近的话 你在想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受伤害的时候 你已经先被airbag 打一巴掌先了 砰 哇 你要心想一下 那个冲击是多么的大的 太近的话 airbag 是要给你 压下去的 现在 你坐太近 是airbag出来打你先 它这样子打你 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的话 这样子打你 其实是差不多找一个肥仔 扛你两巴掌那种力道了的 所以 留一个至少25cm 最少 因为 airbag需要一个25到30cm的空间 来 在开的时候 所以 留一个25到30cm的距离 是 是 是必要的 然后坐太远的话 OK 现在我们又讲回来 坐太远的另外一个 不好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坐太远的话 是不是 这个是 我们拿赛车的一个原理 为什么那些赛车手 你要赛车 通常赛车是没有airbag的 它们都是full suit helmet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是FIA Approved 的一个赛事 它们是5 point 的一个安全带 最早是5 point 然后它们的这个点 加上它们的helmet后面 还有绑着一个hans 那个东西叫做hans 这个hans 是固定你的那一个景象的 那一个 景象的那一个活动 因为很多时候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除了外伤 内伤之外 最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我们的景象 好了 所以 当我们坐太远的时候 那一个 这一边的幅度太大的话 它对我们的景象跟摇鼓 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所以 我们就是在尽量保持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这个的那一个幅度不要太大 如果太大的话 是不是 因为 那个时候就是在碰撞的时候 就是碰撞的那些力 你这样子弹一下 对我们的颈骨 是会有伤害的 所以你看那些赛车呢 它们都是 就是琐事在后面 那些赛车手 其实呢 你看它们的架子其实是不容易的 如果是6 point 的那种安全带的话 它们唯一的 movement 除了手之外 因为带买 helmet 它们只是可以这样子做 并不能这样子靠出来做 带买 helmet 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 它们的 因为 Hans 把它们的 helmet 绑住了 它们可以做的一些动作呢 就是 其实只是 那个眼球 左边右边 很小的一个动作 你是做不到这样子一个动作啊 还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 好 所以我们就是在做一个 就是一个简介就是 总之 坐上车 是没有很舒服的位置的 要很舒服的话呢 可能一种白色的车 像van 这样子 上面有灯的 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躺着去到你要的地方的 然后 就是 开车的时候 不要坐太前 记得 airbag 会打伤你的 就是你还没有在 airbag 救你之前 你先给 airbag 先伤害到你 然后 然后第二 不要坐太远 坐太远的话 你的颈骨 你的这个 脊椎骨的伤害 也是会很大的 所以不要耍帅 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认为你好像很 在在 在办帅哥的时候 坐到很远 好像很远的样子的时候 一个内行的人 他们一看下去 他就知道你是 你是一个不会驾车的人 OK 所以记得 不要太近 不要太近 也不要太远 保持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坐直 记得 坐车是没有很舒服的事情来的 驾车不是一件 你很难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video OK 拜拜